叱咤商业领域的亿万富翁 刚刚与合作伙伴签订了一项价值上亿的并购合同 就离奇的失踪了 一周后有人在僻静的树林里发现了三只诡异的行李箱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五月说案 我是五月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热情似火的巴西 巴西的名称来自一句葡萄牙语 意思是指一种生长在南美的红木 这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除了盛产咖啡甘蔗和柑橘外 这里还盛产美女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位巴西美女 不过这位美女的脾气似乎不太好 因为她的刀工十分了得 十年38岁的伊丽丝松永和她的丈夫42岁的马可思松永 生活在巴西南部的一个城市 马可思是一家名为UK的大型食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和家族企业的继承人 该公司是由马可思的祖父一手创立的 而且以她的祖父的名字命名 据说年纪轻轻的马可思早就是一位千万富翁 他所经营的食品类别就是那种半成品的速冻食品 非常能够迎合现代快节奏上班族的需求 这个产业已经在他们的家族中传了几代 有幸成为了新一代的继承人 马可思的经商天赋和能力不容小觑 马可思在认识现在的妻子伊丽丝之前 其实有一任妻子 她这种长相的男人在婚恋市场上并不吃香 中肯的说在欧美国家中如果没有金钱的加持 她恐怕连普通的媳妇都很难划了一个 可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面孔 因为有财富的加持 她不但有婚姻 身边也不缺少漂亮的金发美女 马可思是一个狂热的葡萄酒爱好者 还是一个武器收藏的专家 虽然家中有太太 但马可思还有花钱雇人帮助她出轨的毛病 她会在网上注册信息 寻找那些漂亮的金发美女 马可思与她现任的妻子伊丽丝的相识 就是在一个叫做Escort M Class的网站 这个网站其实很像是一个为人们提供付费半游的网站 只要付出相应的金钱 你就能够得到与之相应的服务 直白眼的说 有钱人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买春 伊丽丝和马可思交往之初也是交易关系 但是马可思随后发现 伊丽丝并不同于其他简单出卖肉体的女孩子 她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 马可思之后为伊丽丝提供了所有的经济保障 还将她带到朋友的面前 但马可思从未向朋友和家人提及 她们其实是嫖客于妓女的关系 根据马可思的说法 伊丽丝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女人 对自己每一个爱好都表现出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很少有女人喜欢打猎和试弄武器 但是在这些方面 伊丽丝和自己都是志同道合的 不得不说 学会推销自己可真是一门艺术 网站上众多的风尘女子都没有入得钻石男人马可思的眼 唯独这个伊丽丝让她魂不守舍 甚至在相处一段时间后 决定和妻子离婚 和她相伴一生 那么这个伊丽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她的背景相当的复杂 伊丽丝出生在一个异常贫穷的巴西家庭 她的父亲在她出生后就抛弃了她 之后的继父又是一个虐待狂人 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没有放过她 伊丽丝说 她小的时候经常被一堆男孩子追赶 并抓到一个僻静的角落里 没有人会为她伸张正义 她还曾经被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丑恶男人绑架了几天 出生在贫民窟里的女孩子 大概都是这样的不幸 伊丽丝表示 她的遭遇在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并不罕见 有很多的女孩子都像她一样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伊丽丝说 自己成年后 迅速逃离了噩梦寺的继父和贫民窟 她开始努力地学习知识 最后成为了一个非常有爱心 有教养的人 当面临选择职业的时候 伊丽丝想到要从事一份关爱他人的职业 随后便成为一名有爱心的护士 这份职业也将伊丽丝心中那份善良和爱心 充分地施展了出来 但是伊丽丝很快发现 病人的离世会让她悲伤不已 那些失落和痛苦会长久地陪伴在她的身边 就好像那些离世的人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 伊丽丝甚至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很显然这份工作让她难以为继 伊丽丝需要选择一条新的职业道路 她想到了去做一名律师 所以毫不犹豫地申请了法学院 但为了养活自己和支付高昂的学费 她开始兼职做堂宝 她热衷于通过迎合男人获取金钱和财富 通常情况下 她会被有钱的男人带出去约会 然后如果价钱合适 就顺便滚个床单 这也是伊丽丝遇到千万富豪马克思的方式 由马克思祖父一手创建了松永家族 在整个巴西也算得上是富有的家族之一 而当事业传承到马克思这一代 他并没有辱墨家族的使命 Yuki食品公司在同行业中一直属于领先的水准 占领了主导市场 他还积极促进自己公司与同行业的合作发展 单凭这一举措 马克思就超越了他父亲所管理的一切业绩 也就是马克思让松永家族在巴西家喻户晓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功成名就的男人 似乎总是缺少了一些与女士们相处的智慧 无论他是有多么的优秀 周边的精英女人都对马克思不太感兴趣 以他的成功和显赫的社会地位 一定会接触到很多有魅力的优秀女人 但可悲的是 他真正能够吸引很多女人的唯一方法 却是他手中的金钱 资料中并没有太多介绍关于马克思的第一任妻子 但是不难想象他显然不是马克思想要的那种 所以不甘心的马克思才开始雇佣三陪女 开始婚姻中的欺骗模式 马克思的这个神操作也让大家见识到 男人有了条件要出轨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出轨的扭曲理论 马克思一生中遇到过无数的三陪女 直到他遇到了让他心仪的女人伊丽丝 交往过程中 马克思喜欢自然而然地与女伴见面 喜欢让对方打扮成高贵的公主 深谙如何驾驭男人的伊丽丝通通的照做 令马克思惊奇的是 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居然和自己一样 也对打猎感兴趣 还会陪着她一起去野外 而且在捕杀到大型动物时 一起剥皮做纪念 这简直就是上天赐予自己的礼物 马克思将伊丽丝妥善地珍藏良酒 甚至和妻子出门旅游时 也会顺便在酒店给伊丽丝预定一个房间 当马克思将伊丽丝第一次介绍给她的朋友们的时候 让朋友们怀疑的是 这个漂亮的女人比马克思小了好几岁 到底图个啥 大家脑子里很快就蹦出一个词 淘金者 这个名词不用多解释 大家想必也清楚 就是想靠自己的身体赚钱的年轻女人 她们就适合那种丑陋有钱的老男人 当朋友们得知马克思选择离婚 迎娶伊丽丝的时候 有朋友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出 她疯了吗 喜欢 难道她看不清发生的事情吗 老实说 我认为马克思有点不安全 手上有了婚戒的伊丽丝 马克思很快就搬进了豪宅 同时她也发现了丈夫马克思的惊人财力 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巨大的酒窖 马克思沉迷于对葡萄酒的收藏和研究 据估算那里面有价值200万美元的葡萄酒珍藏 而在家中的另一个隐秘的房间里里面装满了各式武器 这些的总价值也高达50多万美金 马克思的豪宅里堆满了非常昂贵的艺术品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富商会对什么样的艺术品感兴趣 他还在家中养了一条宠物蛇 马克思也曾经自豪的对朋友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遇到了一个让我在家里养宠物蛇的女人 很显然 马克思对找到一个真正欣赏他的女人非常的满意 和马克思的朋友们预期不同的是 两个人的婚姻生活相当的美好 并且携手走过了近十年的光景 他们一起去各地旅行 一起见识世界 体验了各种不同的多元文化 在享受各种美好事物的同时 两人决定一起要个孩子 本以为生孩子这件事情会很简单 但这对夫妻却想错了 无论他们多么的努力 伊丽丝都无法怀孕 还好他们有钱 能够支付很多次的试管婴儿费用来实现这一目标 经过十几次反复的折腾 伊丽丝终于怀孕了 他们迎来了一个漂亮的宝贝女儿 看着他们这对夫妻恩爱有加 马克思的朋友们甚至有点承认 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至少他们看错了这个女孩 此时的马克思在事业上更上了一层楼 他正在和一个商业合作伙伴紧锣密鼓地筹划着 试图签下一个价值十亿的收购计划 然而这位亿万富翁的食品大亨 马克思松永却离奇地消失了 马克思的失踪发生得很突兀 而且事情就发生在他即将完成那笔上亿美元的交易之时 所以在受到马克思妻子报警的第一时间 警方认为这可能会是一起绑架案 大概率会牵扯到一个赎金的情况 负责侦办的探员们 询问了马克思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但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们都表示 马克思平时为人和善 不喜欢与人结怨 除了目前的这笔大交易外 再没有可疑之处 更何况这笔交易也不会导致任何人受到损失 警察随后约谈了马克思的妻子伊丽丝 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到马克思的日常生活 以及他失踪那天的日程安排 伊丽丝则告诉警方 丈夫在失踪的那天告诉自己会去开个会 晚上还约了买家聚会 其中就有那位肯为品牌支付10亿美元的大人物 伊丽丝还表示 丈夫说这可能是一次很长的会议 所以不要等他回家 伊丽丝在当晚没有见到丈夫 就直接带着女儿睡觉去了 记得丈夫还说第二天一早会开会 也许是在办公室过的夜 第二天伊丽丝醒来时 发现丈夫果然不在家 而且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丈夫 伊丽丝的这些说法 令警方更加的确信 绑架和索要赎金的理论 马克思有可能是在工作的地点被掳走的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随时等待勒索字条或者是电话的家人 没有得到任何的线索 警方开始怀疑他们侦查的方向可能错误了 正当警方近期所能寻找马克思的时候 伊丽丝来到了马克思的父母家中 并且告诉了他们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对警察说过的话 他说马克思是收拾了行囊自行离家的 意图是逃离他和孩子 当被追问为何如此时 他说丈夫有一个情人 这一次的离开就是和情人私奔了 伊丽丝还说自己其实很早以前就发现了丈夫的出轨行为 但当时他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 而且马克思很诚恳的认错 所以他就打消了分开的念头 但是就在马克思失踪前的几个月里 丈夫变得很偏执也很难相处 所以他怀疑马克思又出轨了 伊丽丝曾经带着女儿离家拜访他重病的祖母 他想到自己不在家中 正是抓丈夫作弊的最佳时机 所以他聘请了四家侦探 果然就在这短短的一周时间里 他发现丈夫出轨的事实 侦探录下了马克思出轨的实锤 在女主人离开家的每一个晚上 马克思都和同一个女人在一起 这是一个叫做纳塔利亚的伴游 马克思正是在找到伊丽丝的同一个网站上 与其相识的 他们每天都会见面 马克思带纳塔利亚出去吃饭的餐厅和咖啡馆 都是夫妻常去的地方 他们甚至选择相同的座椅 就坐在相同的厨师面前 伊丽丝认为这是一种公然的不尊重 简直太疯狂了 而他却完全忘记了自己当初 就是扮演这么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继而登堂入室 成为马克思的正牌妻子 伊丽丝甚至给马克思的父母看了侦探提供的视频 他说马克思失踪之前 他拿着这些视频质问过他 但这一次丈夫反应冷漠 更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卑躬屈膝的请求原谅 马克思只是收拾了一个包裹就走了 所以只是离家出走而已 马克思的父母听到这些都信以为真 他们选择站在伊丽丝这边 马克思的母亲道歉说 对不起 我没有把她培养好 她为伊丽丝和她的孙女感到很难过 伊丽丝向家人透露了这个信息 很快就被提供给了警察 探员们同时也放弃了绑架和赎金的理论 因为人们迟迟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息 与此同时 马克思的兄弟收到了一封来自马克思的电子邮件 内容基本上就是告诉大家 他是自愿离家的 他还在邮件中表示自己对不起伊丽丝和女儿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他在哪里 当这些信息被汇总到探员那里的时候 警方认为这就是马克思还活着的证据 所以马上停止了寻找 整起事件看起来像是一个对妻子不忠的男人 做了错事而躲了起来 就警方而言他们也放松了 毕竟这种家庭纠纷似乎也让警方无从下手 但在一周后警方给松本家族带来一个噩耗 就在距离马克思住所约30公里处 有一条偏僻的小路 有人在路边的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大号的行李箱 箱子里正是失踪多日的马克思松永 当时的马克思已经被分解成几块 除了这个行李箱 警察在田野和林地中还发现了另外的两只行李箱 恐怖的是最早被发现的肢体并没有被包装 而是有一条腿就赤裸裸的被丢在树林里 警察在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一个蓝色的袋子 里面装着马克思的衣物 其实在马克思的头部被发现之前 人们还无法断定遇害的人是谁 但通过对受害人昂贵衣服的辨识 能够确定的是 受害者是一名财力雄厚的中年亚裔男士 马克思的头部是最后一块被回收的碎片 法医通过对比牙科记录 确认箱子里就是失踪多日的富豪马克思 它的头骨上有两个孔 这表明有一颗子弹从头顶穿入 然后从下巴出来 当所有的这些身体部位被运送到法医处进行检测时 人们注意到所有的切割都是非常有策略的 显然这个操刀者不是屠夫 就是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物学有很好认知的专业人士 警方既没有线索也没有嫌疑人 所以他们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去马克思所居住的公寓 侦探首先调取了马克思失踪当天所有的监控录像 伊丽丝说 马克思出门工作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他们想了解一下他当天穿了什么衣服出门 是否有表现奇怪的地方 监控录像中的马克思 果然穿着一幕一样的衣服和牛仔裤 看来他在失踪的那天就遇害了 接下来的这个视频是2012年5月19日这天 这天也是伊丽丝出城探亲回家的日子 是丈夫马克思去机场接她和孩子回家的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三个人一起回到了公寓 此时的伊丽丝应该是怒火中烧 因为她已经在私家侦探那里掌握了大量丈夫出轨的证据 但她在视频里的表现却非常的平静 就在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 碧露电视中再一次出现马克思的身影 他下楼去取他们的外卖披萨 这次是他独自坐电梯下去的 有细心的人观察到这段录像中的马克思 看起来有一点紧张 马克思从送货员那里拿到了披萨 然后再次回到了公寓 此后马克思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录像中 再接下来就是第二天的早上 碧露电视录像显示 伊丽丝独自带着三个很重的手提箱 离开了他们的公寓 他吃力的将行李拖进电梯 费了很大的功夫 等到他再一次出现在碧露电视录像中时 那些手提箱已经不见了 看到这里侦探们算是恍然大悟 虽然不能彻底的明白这栋豪宅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马克思的离世绝对和他的妻子伊丽丝脱不了干系 因为他是那个公寓中唯一和马克思在一起的人 伊丽丝很快就被警方逮捕 当然他在第一时间试图否认 但随后的审问令他疲惫不堪 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伊丽丝说在他回家之前 两个人就已经在电话中吵了一整天 马克思去接他们母女回家的路上也是一直在吵 回到公寓后两个人懒得做饭 所以点了一个披萨做外卖 就在等外卖时 马克思躲在窗边接了一通电话 电话结束后 马克思就显得有一些古怪 他说是爸爸打来的电话 要他今晚回家一趟 所以他晚饭后要去父母那里 伊丽丝立即就知道这是一个谎言 因为侦探告诉他 马克思上周每天晚上都和他的情妇在一起 他可是正牌的妻子 眼前的丈夫居然要抛弃一周未见的妻子 去见一个身份低贱的女人 伊丽丝当然很生气 他本计划是冷静冷静 并尝试与丈夫沟通 可以听对方要去见爸爸的鬼话 他立刻失去了耐心 伊丽丝开始声嘶力竭的喊叫说 我知道你在骗我 而这一次丈夫一反常态 没有哄他也没有求得原谅 而是做了相反的事情 马克思突然变得很邪恶 他说自己疯了 还说自己是个偏执狂 顺便说一句 在整个他们的关系中伊丽丝强调 她的丈夫平时就总是告诉他 他疯了 说他情绪不稳定 不配照顾他们的女儿 马克思还不失时机的羞辱了他 说如果离婚 他不会那么幸运的找到另一个有钱 还重视他的男人 而当伊丽丝再一次提及丈夫找情人的时候 丈夫删了他一巴掌 那是丈夫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 对方以前从来没有对自己暴力相向 伊丽丝狂吼地说 我要拿着证据提起离婚诉讼 马克思则冷漠地说 离婚可以 但你休想带走我的女儿 我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里 你不配照顾这个孩子 伊丽丝说 他不太记得那天晚上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太多突如其来的冲击 让他模糊了记忆 但他记得接下来自己做了一件事情 他手里拿了一把武器朝站在走廊里的丈夫射击 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距离大约有六英尺远 做完这一切 伊丽丝发现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各种恐慌开始涌入时 他意识到自己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 他的女儿将不再有父亲 就连母亲也不会有了 他脑子里突然冲出一个想法 就是试图掩盖这一罪行 伊丽丝说 除了用他们平时打猎用的猎刀去砍 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是随后法庭上的证据 却和伊丽丝提供的证词有所不同 法医报告显示 马克思头部的伤明显是通过头顶 最后从下巴穿出的 这种穿透伤只可能在非常近距离之下发生 而且不可能在伊丽丝所描述的六英尺远的地方 并且由于夫妻二人的身高差 如果不是在坐着或者躺着 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进行偷袭 伊丽丝几乎没有可能完成谋害 检方还表示伊丽丝运用了很多使用刀具的技巧 她曾经是一名护士 对解剖学有着很好的了解 但对于能够熟练操作猎刀的事情 她陪着马克思打猎多年 是对方教会了她如何对待动物 给他们剥皮去骨 说起来整个事件非常的可悲 伊丽丝的丈夫教会了她一切 她却用丈夫给她买来的武器 惩罚了这个背叛她的人 也许马克思说的对 这个女人就是疯了 否则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将自己的丈夫 亲自装箱抛在野地里 还回家来装作悲伤的妻子 当时与之接触过的每一个人都认为 伊丽丝的难过不是装出来的 伊丽丝的律师在法庭上讲述了她有识的遭遇 她还指出 在伊丽丝和她丈夫马克思的关系中 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和睦 两人之间长期存在虐待和占有以及控制的关系 有证人证实 自从开始交往 马克思就不让伊丽丝有任何的男性朋友 她去法学院读书的时候 马克思会每半小时检查一次她在哪里 和谁在一起 这些都使得伊丽丝不得不告诉她的男性朋友 不要在她接听电话的时候出声 辩方律师指出 马克思的性格中有很多的控制欲 她总是称伊丽丝是疯女人 让她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案例 你会发觉自己前一分钟还在同情伊丽丝 下一分钟就坚定地认为她是一个恶魔 虽然庭审中有很多人对伊丽丝抱有同情心 但有一件事情必须被考虑到 那就是马克思在之前从未打过伊丽丝 直到出事的那个晚上 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所以伊丽丝选择了自卫 不知道大家遇到这种事情会怎么样 老实说如果你给我一个这样的场景 我的第一个念头可能就是 卧靠报警 谁会想到这个巴西美女的反应如此的疯狂 难道她的丈夫马克思真的有先见之名 知道自己娶了一个疯婆子 千万富豪被妻子谋害的新闻已经爆出 就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 尤其在后期的审判期间 有很多人相信伊丽丝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相信她 有趣的是不相信她的人是男人 而选择相信她的人大部分是女人 庭审中有一件事情被反复提及 那就是伊丽丝曾经不光彩的经历 检方指出她多年前是一名性工作者 所以她当然是为了钱而谋害丈夫的 如果说伊丽丝是一个成功的淘金女 那她在拥有长期饭票之后 就已经非常的成功 两人共同享受生活的美好 还有共同的牵挂一个女儿 她没有理由为了钱再谋害 难道一个曾经为了生活 走了一些弯路的女人 就没有被尊重的权利了吗 马克思的家人随后要求伊丽丝的女儿 做了亲子鉴定 在确定两岁的女儿 是马克思的亲身骨肉的前提下 他们成为了孩子的监护人 最终伊丽丝被判处了19年的监禁 她将于2035年获释 五月觉得分解一个人 总是把犯罪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因为当事人必须持续地坐在那里几个小时 就单单鼻子里的气味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伊丽丝一直说 她对此感到内疚和懊悔 自己就是单纯的自我防卫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案件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有兴趣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今天的案件故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再一次感谢 我们下期再见